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 这集我们学一下通过听来学习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幅漫画 这幅漫画应该发生在地铁或者城铁上 画面上有三个人物 最左侧的人物正在居心会神的看手机 也许在追剧,也许在刷微博,刷微信 最右侧的人物正在睡觉,口水都流出来了 中间的人物一边在听东西,一边在闭目养神 从他表情可以猜测,他听的内容让他很有收获,很愉快 我们这集所讲的就是通过听来学习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需要通过听来学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通常没有大块时间来学习 很多朋友会说,我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学习 这里所说的学习,大多数人认为是通过看的方式来学习 看的方式学习对场影要求比较高 大家现在的工作生活都比较繁忙 能坐在椅子上安静看书的时间非常的少 一些朋友会选择在路上看点子书 但如果遇到人多拥挤的时候,看书就比较困难 而且路上看点子书对视力不好 第二点就是细分一下学习模式 我们说一下有几类学习方式 学习可以分成四类 那就是听说读写 听就是用耳朵的听 说就是用嘴说 读就是用眼睛看 写就是用手去写 最理想的学习方式 当然是把听说读写这种方式都用上 比如我想背一首古诗 先听别人朗诵 然后自己念出来 然后再用眼睛去读 然后再去写 这样的学习效果最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些不同 我们的时间被切得非常碎 碎面化非常的严重 比方说很多朋友是六七点钟起床 闹钟响了之后开始洗漱 然后匆匆的吃早饭 然后乘坐公交车 或者是自己开车去上班 路上的时间有比较长 可能单程就要花一个小时 然后到公司之后开始处理一天的工作 中午吃午饭 下午继续工作 下班的时候再次乘坐交通工具回家 在家里再处理一些杂事 然后休息 让大家在路上盯着电子书阅读 确实破费精力和意志力 第三个原因 就是听的方式是适合大部分人的 如果你也是非常繁忙的度过一天 但依然想继续学习进步 改变目前的状态 建议你采用听的方式学习 通过听的方式学习 还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护眼睛 通过听来学习 可以让眼睛解放出来 减少眼睛的疲劳 第二个好处就是安全一些 通过听可以解放双手 解放自己的眼睛 在人多车座的地方更加安全 第三个好处就是便于合理的搭配时间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上班路上 在早起在吃饭的时候 无论手里在忙什么 甚至在做家务 其实都可以通过听来学习 好 接下来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在六七年前 我最喜欢通过听的方式来学习 我会在以下场景采用听的方式学习 第一种就是在早起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会在早起的时候设置一个闹铃 以往我是设置一些音乐当着铃声 后来我发现 其实可以选取手机中的一些MP3文件当铃声 这时候我直接把心经 金刚经 或者某些管理学的音频当作铃声 所以当铃声响起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开始学习的时候 在洗漱吃早饭的时候 我也会继续用听的方式来学习 第二种场景就是在路上来学习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坐公交车的时间 大概是40分钟左右 那时候还没有太多听的资源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非常不错的视频 然后自己手工转为MP3的格式 然后在路上通过手机来听 原本非常单调乏味的上下班路上 就变成了非常愉快的学习时间 而且这个学习时间非常长 我上下班单程是45分钟左右 所以一天就大概有一个半小时 可以通过听来学习 那第三种场景就是在做家务的时候 比如要在厨房刷碗 或者是打扫客厅的地面 这时候我会继续放听的材料 但这时候用耳机会觉得比较麻烦 一般我都会接上家里的音箱 这样不论在厨房还是在卫生间都能听到 后来我买了一个蓝牙音箱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 第四种场景就是运动的时间 我在健身的时候 不论在跑步的时候 还是在练器械的时候 我也会听一些东西 最开始会用有线耳机 后来使用了蓝牙耳机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设备的选择 比较典型听的设备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线耳机 第二种是无线的蓝牙耳机 第三种是无线的蓝牙音箱 首先说一下第一种普通的有线耳机 普通有线耳机的使用场景 适合人并不拥挤的地方 好处是不像蓝牙耳机 需要考虑充电 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蓝牙耳机 如果说在路上在车上特别拥挤 有线耳机的线容易挂到别人 或者跑步的时候 有线耳机的线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这时候可以采用无线的蓝牙耳机 建议大家在使用普通耳机 或蓝牙耳机的时候 最好单独准备一个小的收纳盒和收纳包 一是便于寻找 二是可以保护耳机 第三种就是蓝牙音箱 比如你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都可以用听来学习 可以用音箱 如果你想更自在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厨房上晚的时候 想听得更清楚 这时候可以把蓝牙音箱拿到厨房 接下来我们学习下 通过听适合学习哪些内容 按照我个人的习惯 我把听内容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就是扩展视野类 第二类是记忆和理解 第三类是情感和心灵 第一类就是扩展自己的视野或知识 对于我来说 我找了很多管理成长领域的音频去听 我会知道原来有很多人会这样思考问题 原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 这些内容对我的视野的拓展 对我思维的开阔 对我格局的拓展非常的有帮助 第二类就是记忆和理解 有些知识需要大量的重复 这种重复的听感 其实并不要求质量非常高 但是重复的次数多了 效果会非常的好 比如我在学习道德经 心经大学的时候 都是大量重复的听 我记得我在听大学的时候 我在一年之内听了一千遍以上 当我听到一千遍以上的时候 我对大学中的含义 就理解的越来越深刻了 在这里建议大家少听一些 肤浅的浅层的商业化的内容 多听一些经典的传统的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内容 第三类就是情感和心灵 比如在睡前听一些广播 比如是情感或心灵类的节目 可能对你的能量恢复有帮助 对你处理人际关系有帮助 好 接下来说一下 关于听的学习的扩展实现 第一种就是固化经验 第二种是演讲表达 第三种是睡后学习 第一种就是固化经验 比如说你平时有非常好的记录习惯 整理了一些非常好的工作 技巧方法和经验 比如你读了很多电子书 整理了一些书斋 这时候这些内容都是文字形式的 你没有太多时间看文字 你可以自己朗读一遍 然后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 自己可以反复的听 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第二种就是演讲表达 比如你要做一次阅读工作汇报 你需要熟练掌握演讲内容 你可以先按照稿子内容念一遍 然后在上下路上反复的听 加深记忆 第三类是睡后学习 我的项目管理老师吴永达 他有个学生在参加项目管理PMP考试之前 由于临时安排了很多工作 备考的时间非常有限 他在入睡后 会继续播放考试讲解的录音 算是一种潜意识的输入 后来这个学生顺利通过考试 这个方式我自己并没有实践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一些细节 在采取听的方式的学习的时候 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比如说在过马路的时候 还是要调离音量或者关闭耳机 注意过马路的安全 第二点就是避免打扰别人 有些朋友用的耳机 很可能有很大的外放的声音 在安静的办公室可能会影响同事 这种情况需要自己注意一下 第三种就是注意保护耳朵 如果耳机使用的时间过长 对耳朵会有些损害 比如一天如果使用耳机达到两三小时以上 可能会对听力造成影响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灵活安排 比如在路上用耳机听一小时左右 回家可以通过音响来听 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 听和读都是非常有效的 利用碎片时间的学习方法 相比较而言 听使用的场景会更多一些 建议大家多安排听的学习 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的工作效率会提高 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时间 采用其他方式来学习 进入正向的循环 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面内容 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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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